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以志工制度完善出名 今天来自上海市金山区的台湾事务办公室贵宾 就来到了新北市金山区参访 也特别到了金包里社区参访 要看看社区志工的长照服务 以及社区的营造工作 期待透过经验的交流 让双方城市都有正向的进步与成长 今天来自上海市金山区的台湾事务办公室贵宾 来到新北市金山区参访 两个都被称作为金山区的行政区 一同在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交流 在社区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要参访金包里社区中最为人所知的完善志工制度 期待透过交流可以让两个都叫金山区的社区越来越进步 他们这次来是针对我们社会福利 还有一些老人的照顾 一些服务的种种议题来这边做交流 今天虽然我们金山区公所 他们因为一些考量 没有来这边接待大家 由本社区接待大家 由小弟介绍我们新北市一些社会福利 还有一些我们长照2.0 一些老人福利 我们让我们上海市金山区 他们能带把这些我们的新北市金山区 一些福利带回我们上海市 大家共同交流 金包里社区发展协会志工非常热情地 欢迎来自上海金山区的贵宾们 由社区带来发展协会志工的制度 以及志工分组平日里所做的每一项工作 展现金包里社区志工的完善与热心 也希望透过双方的交流 可以让社区越做越好 新北市金山区新北市金包里发展协会 造福居家老人受许各方面营造 非常成功 那么刚才我们受台长委说 这个来学习 所以等一下我们还看到了这些 年长的志工 对不对 所以你们都很年轻 都很漂亮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 上海金山区台湾事务办公室表示 来到新北金山区 听到地名总有些还在家乡的感觉 加上志工的热情接待 更是有宾至如归的感受 还有看到志工们对于长辈们的奉献 与社区工作也是相当感动 期待透过经验的交流 要让双方城市都有正向的进步与成长 记者廖平函金山采访报道